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女演员奖 这么多年范爷也算是拿奖拿到手软 但观众似乎并不买账 总是吐槽她的演技 从一个丫鬟走到范爷 从范爷再走到现在着实让人唏嘘 2009年播出的大理公主钟林新如与刘涛就有过合作 林新如一直是白莲花女主的专业户 这次自然也不会例外她所饰演的段爱乐善良聪慧 与刘涛第一次尝试反派的阿慈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大理白族段氏家族的小姐 一个是杨家村的贫苦寡妇杨玉娇女儿 身份悬殊却一劫亲完最后反目成仇 现在林新如结婚 与老干部霍建华的婚姻虽然不被网友看好 但随着孩子的出生也渐渐被粉丝们接受 2015新浪微博之夜上 刘涛获得年度最具实力女演员奖 2月7日 刘涛再次登上央视春晚童梁永齐 林新如共同表演 非物质生态文化遗产节目 山垂中国美 前不久更是凭借军师联盟 获得2018中国恒恋影视节第五届文终奖最佳女主角奖 2016年电视剧秀丽江山之场歌行 由林新如工作室出品的古装历史大剧 林新如饰演的光烈皇后殷丽华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其中 吴锦妍在剧中饰演许燕之原为丽华是女后为许美人 生留秀三子刘英这个吴锦妍 正是前段时间热播剧 《演习攻略》中的女主为英诺 不得不说鱼妈真的很会捧人吴锦妍 也因为这部剧火了起来 只是前不久被央视点名批评 看来她的团队还是有些问题 希望新的一年能带给我们新的作品吗 这最后一对是2010年播出的《魅人心记》 其中 林新如饰演的斗衣 《房》 在善良中一次次无可奈何 最终被逼无路可退 《黑话反攻》当年这部剧十分火热 其中让人最为心疼的 便是她的家伙墨雪渊 墨雪渊武功高强 曾为了保护窦衣房不敌众人被抓 窦衣房说过墨雪渊是这世上最疼她的人 已是永世最好的姐妹 最后 墨雪渊吞心自杀窦衣房 也为她报仇雪恨她的扮演者 杨幂 从郭湘到唐雪渐 从唐雪渐到白潜在到现在她的演艺圈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地下 四个月 曼雪渐